黑龙江七台河市蓬户区里面的一家野店 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 青鬼大乐园 但是也缺少好吃 味道还好 是是是 有人端酒瓶出来了 是吧 你要不把车停下来 咱们一起吃点吧 这一般人真找不到这里 是这家吗 也没门牌啊 还好人不多啊 这菜确实不贵 这是饮料的价格 白酒的价格 两块一杯 只有一个熟食啊 这哪来得及啊 来得及炒吗 自己解单的 自己解啊 对 这啤酒多少钱一瓶啊 来一瓶 来一瓶凉的 多点几个 一别不够吃到时候 死就吃不了 你们可以点击去尝尝 多点击好吃的 那你们五六个人吃一顿大概要花多少钱啊 百个钱 你要不喝酒的话就五十六十 你尝尝 这是最硬的菜 最硬的菜 但是也是最远的菜 东北名菜 尖椒干豆腐 三块钱的尖椒干豆腐 嗯 热乎乎乎的也好吃 四块钱一条的鱼 我门叫青鱼 哦 好好好 谢谢 哎 这还套个塑料袋啊 对 搬搬银子 就不刷网了是吧 脏的就爽 不脏的就不爽 哦 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黑鸡寮三个地方 吃饭最便宜的应该就是黑豆腐 口味还挺好的 一点也不糊弄啊 爆炒鱿鱼干辣椒炒 你要是让我自己点菜 我指定点不到这么好吃的菜 这盘是什么 费油 费油 也是辣炒的 对 过油的 有点脆脆的 都没有什么肺的口感了 有点像那个油渣的感觉 他们家的菜好像全是下酒菜 现在是特别期待最后一个大菜 我吃还好 还好 我能接受 东北这边能吃辣吗 第一次吃 第一次吃这种菜 嗯 挺香的 哎呦 好 好吃皮 是大碗的啊 鱼吗 鱼炖豆腐 嗯 B点啊 B点啊 到这边吃酒确实便宜 经济实惠 54 你这菜快点 快快拿着点 还有啤酒和饮料 对 看到这个价格 你们有什么想法 老板娘说了 吃不掉必须打包 没盒子都是袋子装 目前我就知道 刚刚那个青鱼是4块一条 干豆腐是3块 另外三个菜单价是多少钱呢 屏幕前有没有朋友能告诉我们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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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